写法比较偏重在聚集的修改 不过后来我发现,用聚集的修改 方法我觉得不是很有效率 而且会花太多时间都在录制聚集 然后都要了解聚集到底做了什么 反而不如直接写还比较快 所以真诚实也没几行 所以有些地方我就稍微做个修改 我刚才直接写算了 不然的话,我要先跟你们讲解聚集录制的流程 然后再去,那倒不如直接就,有点像 像当区间车站这样挺类似的 倒不如坐直达,干脆坐高铁直接到那一站就好了 那感觉差不多了 好,所以程式部分我刚刚已经有把 关键地方就在这里,Input Box Input Box使用方法 反正以后你要取得使用者端给你的东西的话 你就只要在这个地方加Input 它输入了之后都会放在X里面 那X就一个变数 它是一个自串变数,或者还是一个自串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把资料就通通丢到X 就是这个名称就在X 然后条件也是X 也就是说他找到的东西 就直接放在这个工作标里面 所以我们用,这边我一样用Current Regio 反正这也没有问题 或者你用之前我们讲的也OK 哪一个比较好,感觉这个看起来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用这个好了 但是各位,写法我讲过啦 可能十种以上都,但最重要你要自己掌握你比较熟悉的那一种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每个都学,最后不知道用哪一个比较好 就跟学了很多武功之后 真的要格斗的时候发现 还要想说用哪一招比较好 早就被人家打倒了 所以尽量还是真的就是熟练的去把你熟悉的方法把它调用出来 然后把这个东西目前的范围 Curl到A1的那个储存格 它会整个帮你延伸出去 最后就是自动调蓝宽 然后游标再切回去 然后这个地方就取消筛选 就OK了,就刚刚做的动作 但是呢,这里面会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改进 第一个,这个X里面如果它输入的是一个关键字 比如它可能要找什么,小 它可能知道小什么 那里面可能有小 小开头的好像好几个 这个小咪跟小张 它都不知道哪一个,反正它这样都出现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用关键 因为其实关键是查询很重要嘛 你不能说你什么,叫客户名称有时候太长了 你可能就输入两三个字 它自动跑出来就OK了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在这个地方 关键的地方呢,请注意 如果你要做关键字筛选的话 主要是在这一个criteria 当然我们criteria是把它拿掉,条件 在这个条件里面 我们过来的话呢 可能就是本来叫什么 也许叫小 小咪这样子的一个字串 如果我输入X是小咪 带过来的话,它就是个字串 假设 如果你要是关键字查询的话 记得你必须在这里面多增加三个符号 第一个符号呢,请你给等于 第二个符号呢,请你给前双 前的星号 后星号 这样就OK了 意思就是说 在条件里面 你必须多增加什么 一个等于 跟一个星号 这个前后星号 不管前面是什么字 不管后面是什么字 只要是有这中间 这一个字 或者这个词出现的话 那就帮我调出那些资料过来吧 意思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如果要改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比较麻烦 因为我现在是直接打这两个字 但如果未来你希望把X 直接放到这里面来的话 因为X是个变数 所以有点像你要把一个变数放进来的话 前面有讲过 类似像这样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end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X 然后把end符号怎么样 空白 有没有 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特别注意 这个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好了解 但是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 前面你要加一个等号 一个star 后面一个star OK 这样就完成了 其实怎么会知道说用这个星号 其实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筛选 但你们如果有些不会做 其实当然入字句集也是个方法 就是从筛选里面 然后你可以用入字句集 找到文字筛选里面会有个包含 那包含入字下来的 就是刚刚的那样的结果 OK 只是说我觉得 你当然入字句集很琐碎很花时间 如果你想要彻底了解的话 请各位回去用录制句集 你再去看里面录制的结果 其实就是那个 我只是把最关键的地方抽离出来 不然的话我刚刚录制太麻烦 所以还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这部分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怎么来的 OK 好 所以以后如果有些东西你不会写 没有关系 请你用录制去集 然后针对录制下来的东西 你去做套用就可以了 知道怎么套用比较重要 好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做测试了 所以这个地方改完了 特别主要改成这样子 关键字 OK 然后所以如果我今天输入了小 那它当然一样 它只会增加一个小的工作表 所以也就是那关键字 然后也会帮我把那个小这个字 放到筛选条件里面找到 只要是 里面有小的 反正不管前面后面都会出现 我们来试一下 找一下 比如我找一个小 OK 这边的话 切一下 好 所以按个确定 那自动会帮我产生一个小 但是这里面的话 可能会有小咪小张 有没有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就关键字 那或者是说呢 我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 老 老啊这一个 找 算了 就这样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话 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筛选 比如说 熊 熊应该就英雄 OK 就英雄 OK 那当然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主要是针对什么 筛选业务 如果你要筛选产业别的话 其实城市非常好改 只要改一个地方吧 对啊 变四就好了 对啊 然后四变成五就是产品 那么 太简单了吧 对啊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可能会有 有些地方不一样 哪些地方不一样 如果你里面是放文字的话 他这边会是文 这边会是文字筛选 有没有 但如果说你今天呢 里面是放数字的话 他这边就变数字筛选 数字的话可以比大比小 比介于的 有没有 文字不行 所以呢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日期 如果你里面是放日期的话 他这边是日期筛选 有这么多条件 那你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反正每个栏位你要怎么筛选 马上就可以筛选出来 所以哦 以后Excel里面的资料 都可以把它拿来当资料不一样 快速的建立出你要的查询系统 那这样以后你要找什么 很快就可以找出来 报表马上品块可以做出来 再配合枢纽分析表 图也可以做出来的 枢纽分析图 枢纽分析表 对 马上通通通都有了 这样感觉哇 这很棒 就说真的Excel已经够好用了 只是说我发现很多人 里面的功能还不熟悉 他已经提供给你非常power的功能 但是你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用的功能 然后你去找别的工具 学别的程式 学半天之后发现 原来这里面就有了 我干嘛学半天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不只用一个工具 我是多工具 所以我们是多工具人 会用很多工具的人 那当然我大概知道 其实这就已经很好用了 我发现不用舍尽求也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那个关键字的查询方法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地方改一下 我一样会把这个 就是程式部分的话 我会放在云装上 你会参考 试一下关键 另外的话你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筛选产业别 筛选产品 筛选其他 再来等一下就要来看就是说房呆的部分 那房呆的话基本上 这边可能可以想到的问题 大概就是说 比如说里面已经有某一个工作表 你又再输入一次的话 那怎么办 OK 已经存在了 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他没有填任何资料 就按确定 那也不OK 或者是说呢 查询之后呢 一笔结果都没有的话 查无结果 那你要怎么办 那你就不用帮他新一个工作表 新一个工作表里面完全没东西 那等于有点 这个白做工的感觉 所以假设想到可能会有三种可以防呆的问题 但是要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 这个我想也请各位先想想看